禮拜一感謝各位繼續收看 咱們繼續靠風順風賺錢的盡責解盤 親愛的投資朋友 四月份也好 三月底到現在 我們的家族成員 真的是靠著離岸風力發電呢 變成這個市場上面 大家最為重視 甚至覺得最會順風做事 順風賺錢最重要的對象 你說對還是不對啊 這真的不是隨便跟各位講的 以前大家都說風力發電 可能是假的 是虛構的 現在各位看到了沒有 禮拜六的新聞 陳菊秘書長主持 為了推動離岸風力發電組 經濟部臨選 榮侯中鋼進駐高雄星達港 星達港以前是個標準的觀光漁港 現在呢 星達港也變成了水中基礎生產線 而且呢做的是什麼 離岸風力發電的裝置裡面 相關的滾筒 水底下的鋼購跟水底下的滾筒 親愛的投資朋友 星達港在做了 臺北港也在做 這個就要做的叫做水下鋼購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現在所看到的事情 正在不斷的 正在真實的發生在你的前面 我常常講一句話 你不要等到現在才在講說 哎呀原來啊 手機是大家每個人都需要的東西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還記得當時有一些所謂大哥大的廣告嗎 我們大哥大這個名稱 還是台灣大哥大取給你的 你還記不記得啊 當時兩個業務員 然後呢就在那邊打棒球的時候 拿著一支手機在那邊問路 那個時候連這支股票 台灣大都還沒有啊 股票市場是叫你買未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還原到最後它的成本是零耶 股票市場讓你買未來啊 你能夠預測 這也不過是多久的事情而已啊 94年到106年啊 換句話說還不到20年 你能預測未來20年 預測未來15年的事情的話 你就是那個市場上面最大的贏家了 誰敢保證未來的離岸風力發電 不會跟台灣大哥大一樣 變成台灣海峽裡面最重要的建設呢 15年就好了 你說老師15年你都65歲了 65歲我還在啦 你放心啦 我看起來蠻健康的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當然你不一定要等到15年之後來講 有的時候股票市場 一開始的時候就會告訴你說 哪些股票要大漲特漲啊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 如果你在泛亞電信 剛剛開始的時候 你就想到買台灣大哥大的話 你現在早就是有錢了啦 所以今天來我要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 一個真正好的分析師啊 我一直跟你強調 不管從所謂非凡商業週刊裡面 幾乎每一期都在寫風力發電 今天帶錯期了啊 這是這一期的 這一期還是寫風力發電啊 1088期啊 不管是所謂的去年9月份開始 我就跟你談風力發電啊 我們都領先全市場 甚至領先電視機前面你啊 還有一些社會上一般的人 注意哦 我今天來要教各位一個 非常重要的計算模式哦 我們先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跟各位講好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3708 我們算9958四季缸好了 來四季缸 現在價值值多少錢 最高來到98塊7啦 我們先算98塊7好了 98塊7 那麼他股本是多少 18.5億 乘以18.5億 來導播辛苦你一下下 乘以18.5我沒有亂按哦 看到沒有 然後等於多少 等於182除以10好了 OK 那麼請你記得 如果用98塊錢去計算的時候 四季缸的實際上的市值啊 市值就是整間公司的價值是 182.95億啊 如果你用82塊的算的話 你來看算一下 82乘以18.5除以1除以10 各位看清楚哦 來 答案是151.71億啊 也就是說 以今天四季缸的價值來算的話 那麼請各位 剛才從電子計算機上面算得很清楚哦 一家 也就是風力發電重要的廠商 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廠商的話 市值是150億 今天我要跟你強調一件事啊 等一下靜哲會一檔一檔算給你聽 你算算看它是不是接近150億 你算算看它是不是接近150億 而且彼此之間還有比價的空間了 你不要說老師 台船24塊 四季缸 四季缸82塊 所以台船比四季缸便宜錯了 你要回頭看這個股本 如果四季缸乘上這個股本的話 親愛的投資朋友 四季缸的價格跟台船的價格 其實是差不多的 因為台船的股本是74億 甚至跟3708的上尾控 那麼你看它股本只有9億 這裡是180 今天到180了173 總是在150億的上下 如果你在100億或是70億的時候發現它的話 就是這裡了 有沒有像這樣的例子咧 注意 好的老師幫你賺低估的基本面 注意我今天談的這三個字叫做基本面 我不是在那邊給你尾糊 畫線說一定會上漲叫尾糊 說我畫了線它就一定上漲 我先告訴各位一件事 天底下沒有這麼好的 也有人畫完底部之後往下跌了 很多嘛對不對 有人畫了底部之後不漲 各位看到沒有 畫了很久的底部有沒有漲 沒漲 對不對 頭肩底完成有沒有漲 沒漲 不一定畫完底部之後就一定會上漲 重點在於說 後面是不是真的有所謂 低估的基本面的一個價值 那麼它就會正式來做一個上漲 今天這一檔股票 我禮拜一就跟各位講 我只跟各位講說 隨時隨地我都要出手 因為風力發電 真的比我想像的拉回幅度還要小 以它為指標拉回幅度還要小 比我想像的拉回幅度還要小 今天還有人繼續講壓力不好啊 對不對 風力發電 因為趨勢太強 因為支撐太強 因為許多金主他願意提前去買的時候 也許我不會等到最後的時間再上車 這檔股票市值仍然強烈低估 股強烈低估的話最起碼只有一半 我現在跟你講 比價上漲七成八成 一倍這樣的機會很大 當時我跟各位講的像上尾這樣的個股 就是這樣的案例 來 我們今天把這個所有的方法跟各位 也就是我以前交給我的家族成員 在我們這一本裡面 非常重要的所謂的專題報告 離岸風鏈 專題報告尊榮獨享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理論 先跟各位說了 來 風力發電是要回收20年嘛 回收20年的話 將來你怎麼換算成它的限值 那麼限值之間 互相之間就會比價 來各位來看一下 四季離岸風力發電 這一家公司是台船 跟四季剛 兩家合組的 你懂我的意思了沒有 四季離岸風力發電 是台船跟四季剛兩家合組的 所以當時為什麼 我敢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 四季剛從60塊錢 四季剛在48塊的時候 我說目標先看60塊 注意 一個好的分析師 一定不是在那邊跟你講 什麼股票漲停板 而是跟你講說 有你不知道的利多 刷不住車的 因為它的價值還嚴重低估 你說老師 15塊漲到40塊還嚴重低估 我說我算給你聽 各位看到沒有 來 45塊到58塊錢 隔一天開始我們說 再調節 為什麼 我第一個算法 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未來的業績是現在的業績的多少 4.87倍 4.87倍 足夠它從15塊漲到60塊了吧 乘以4就好了 不用.87了吧 那親愛的投資朋友有沒有60 有沒有帶你做 這才叫做真正在講基本面 親愛的投資朋友 然後我62塊又開始請你上車了 你說老師 62塊怎麼可以上車 你不是說60塊要下車嗎 答案在這裡 當時的台船來到15塊錢 台船的股本是74.3億 我們剛才不是跟你講嗎 如果台船的價值是0 世紀鋼的價值也是0 因為他付7塊 世紀鋼0.32元 都一樣不怎麼樣的公司 但是值錢是他們的子公司叫做 世紀離岸風力發電 你跟你太太兩個都沒錢 但是你兒子有10億 請問你有多少錢 你有5億啊 你有5億的期待資產 你懂那個意思了沒有 因為你兒子有10億 那10億就是你跟你太太存進去的嘛 假設你兒子還不滿18歲的話 所以我們假設一人一半的狀況之下 兩個人應該是市值相等的 可是當天呢 你可以看台船已經來到15.8塊錢 比世紀鋼還要來得更貴 所以當時呢 世紀鋼還可以再買 後來世紀鋼跟台船呢 就開始輪流的往上漲了 世紀鋼連漲了五支停板 我問你一件事啊 用我這個方法 計算機都放在這裡給你算了 台船跟世紀鋼一人一半 用我這個方法 你60塊敢不敢買世紀鋼 你15塊敢不敢買台船 更何況是14.6塊啊 我說咱們就來看 只要兩個都還在漲 你都不用擔心 漲到什麼地方 漲到一個超過另外一個 那時候再來擔心 都還來得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來算算看啊 我是不是就這樣 兩支股票同時給你 帶到了150億的上下啊 我說世紀鋼一定要來到 83塊錢以上呢 那麼當時是來到154億嘛 從60到83還20幾塊 還起來還有超漲的耶 果然沒錯啦 隔一天上去之後下來 就剩下80幾塊錢啊 所以世紀鋼最少有80幾塊錢 這是確定的啊 然後你再給他換算成台船的時候 台船是多少 唉唷 台船好像有點操漲 對不對 台船最起碼有20塊啊 當時我跟你講說 請你記得15塊的時候 還可以進場 然後順便還賺了星光鋼啊 後面這幾支都是市場追上來的 但是基本價值呢 台船的15塊錢到20塊錢 世紀鋼我們就從過完年算就好了 60塊錢一直到多少 一直到80塊錢 甚至40塊錢到60塊錢 用我的方法你能不能抱得很穩 更何況 要不要算算看 92乘9啊 當時才90億左右 80幾億而已 80幾億你怎麼不敢 把它做到150億啊 85塊錢因為它股本9億嘛 所以整體算起來市值才8億9億的狀況 到了170塊錢變150億 你怎麼不敢把它做到150億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就是我一直跟你強調一件事 好的分析師幫你賺什麼 這些股票低於150億的時候 市值鋼漲上去了 台船 應該說台船先漲上去了 市值鋼跟上去 這樣才對 所以你以為台船比較便宜啊 錯啦 是市值鋼比較便宜 所以市值鋼你現在知道在漲什麼了吧 它真的很便宜啊 你買台船就錯了 當時在市值鋼60塊錢以下 你買台船就錯了 市值鋼60塊錢以上 那麼才超過台船 同樣各位來看一下 這樣你有沒有信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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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 真的幫你賺低估基本面的分析師 低估的基本面 不管技術面怎麼變化 一定會反映 這一檔股票給今天加入的朋友 reduced 和乘楼 contra黃老師追雲俱樂部 大雅,台船,士機關,上尾 黨黨大戰 今天入會全面5萬88 今天入會全面58800 傳統神� Всем無二2752 5868 2752 5868 陈通投顾黄老师 因长期操作绩效甚佳 所以交到非本公司的网站 播放影片之后 而连结到 不是本公司网页 以及联络直信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 所有的投资朋友 如果想要参加黄老师的会员 请拨打电话 02-2752-5868 或者是拨打104查询 陈通投顾 以免上当而让财富 遭受到损失 参加线02-2752-5868 陈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尽一定待出 陈通投顾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独往合力 陈通投顾 值得托付 0R-2752-5868 所以说好的分析师 不是上来跟你说 我天天有掌停板 什么定谷机 我真的讲得实在话一点 我做股票节目 就不做到那么低俗啊 对我来讲 那个跟那个信吉在唱歌一样低俗啊 我的股票一定会涨停 你要上来都是骗人的 什么每天送你一支股票的 那种更低俗的后面台 你就不要拿来跟我比 每天要送你股票的 你觉得真的是好赚吗 你什么时候去菜市场说 每天来吃便当不用钱 你觉得那家会好吃吗 说不定那个就叫做脚尾饭 那个叫回收饭 对不对 你去菜市场里面你敢吃说剩菜剩饭 随便你什么吃吗 对不对 无论如何没关系吧 你一定想吃新鲜的嘛 你付了钱你才会真正有这个所谓的价值嘛 什么送来送去的 我老实跟你说一件事 如果你有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态的话 也难怪你到现在还在做散户 还在赚不到钱 还在赚不到一个趋势的钱 我们家族成为是这样一档接一档 哇世纪刚开完台船 然后那个上尾这样一档接一档 上亚大亚这样一路赚上来 还有赚不完的股票 你在那边台泥 亚泥 今天那支 明天那支 每天都说掌停板 没有一支是你的 是不是 我讲最实在啊 很多电视台很多分析师 我现在已经办退休 我就干脆跟你说好了 我讲的都是真话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现在我也不想背什么业绩压力 有的分析师反正 哎呀 一定要赚很多很多汇费的 对我来讲 不重要 我股票准自然会员会来 对不对 趋势讲的人自然会员会来 要不要每天在那边讲一支掌停板 哦就是带你赚这支 这支怎么跟上面那支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当你们老师是神仙啊 今天吃辣的 明天吃甜的 两个都说好吃 我觉得这可能性太低了 我相信今天一定有人跟你讲 比方说4944的兆元涨停板 你看就是这支啊 我很不好意思讲说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这支股票成交量真的不多 你给它变成很厉害 8亿2亿月峰就好坦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想要挂价都会挂不到 而且这时候是因为低价股 这次月峰涨上来 我先告诉你 跟兆元的关系不大 盘中的时候当然可以说冲一下 而且这两支股票也没什么融资券 你要冲也很难冲啊 基本上不是每天在那边讲涨停板 而是要告诉你说 你应该怎么去做 来 我今天跟各位讲的这个方式 如果你印象仍然深刻的话 这个方法叫做什么 我说每一档风力发电 既然9958的士气缸来到150亿 上尾也跟上去150亿 台船也跟上去150亿 这个方法叫做什么 叫做市值法嘛 它市值有多少嘛 这我去年是不是算给各位过 忘记了是不是 咱们来回想一下哈 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郁金光多少钱 370块钱 所以它市值大概只有多少 340亿 9.9亿你给它算10亿嘛 大概是340亿左右啦 后来又慢慢涨了一下 应该是340亿左右 用340亿算最好 你有没有想过 当时3019的亚光还在除息以前哦 各位看到没有 每个人都说他亚光有买 不好意思讲说买你的头啦 道理都讲不出来 亚光当时只有57亿啊 57亿你要不要算算看 340亿 340亿除以5.7啊 57亿的股本啊 你要不要算算看 亚光应该多少钱 哎呦 亚光应该59元以上呢 你懂我意思了没有 后来你可以看得出来 亚光一直冲到多少 冲到400亿股本以上的一个情况 然后大家就在喊说 亚光的市值要超越谁呀 要超越郁金光 等到亚光的市值跟郁金光 开始接近的状况之下 郁金光就开始飙了 所以大家会产生市值比较法 你懂我意思了没有 那我现在很直接讲一件事情 你说老师那市级台船什么时候涨 我说你这样问就问错了 你要问我市级缸什么时候涨 老师啊市级缸涨到疯了 怎么可以呢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台船只要继续保持27块钱 将来礼拜五开奖之后 台船还从27块钱继续往上涨 它现在的市值又比市级缸高啊 我刚刚不是算给你看过啊 如果20块钱的话 它现在等于市级缸20块钱啊 如果台船继续涨的话 你说市级缸会不会涨 还跟我说这只涨多了 不对哦 这只涨得比较少 如果当时我告诉你 今天看完节目的你有福了 如果礼拜五的时候台船继续涨的话 你一定去买台船 对不起我一定买市级缸 这样你懂了没有 你的老师一定 如果礼拜五的时候市级缸涨上来呢 你老师一定说台船比较便宜 我们去买台船 我告诉你你又错了 那时候就真的买市级缸了 那两只都不买呢 买这只最好啊 当台船已经一路往上涨 咻的时候 有人跟我讲一句话说 上尾好像以前的汉讯 我心想说拜托的一件事啊 不过做股票老师 你千万不要 因为这只是涨停板 那只是涨停板 就两个涨的一样 我问你现在是恐龙跟大象 两只都涨停板怎么会一样啊 还是大象跟鲸鱼两只涨停板 怎么会长得一样啊 我不想讲哪一台啊 那一台晚上的节目说 这只就像以前的汉讯一样 那个 我真是倒不掉 那个基本成因都不一样 基本成因我跟你说 请你注意哦 你看91块钱 对不对 91块钱它是不是9981你会算吧 所以它只有81亿左右的一个市值啊 那市集刚一直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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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多少 150 130 140 150了 那请问一下 它要不要跟上来啊 尤其市集刚 它真的是已经示范在那边很久了 在这边示范很久 又上去又示范的很久 你说它要不要跟上来 我直接告訴你 我在150億的時候 帶會員朋友下車一次 多幾百 100% 你看一下 都剛好100% 換到一倍了 然後一倍啊 然後後面呢 跟著四季剛大漲之後 把新光剛一起帶動 四季剛的成本 我又算一次給你聽了 你說老師那1609的大雅 你常常在講 是不是它的市值會跟四季剛一樣 我說這個地方可能就要稍微考慮一下下 因為大雅它是做電纜的 那不跟這個開發商 它整只是擁有電塔 他們這些人是擁有直接這些瘋場的 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大雅可能要跟電纜這地方接在一起 至於有沒有機會比上來 甚至超越 也不一定是超越哦 我告訴你說不定它是超越哦 所以我跟你講說 追風追風 其實追風 有各種方式的一個情況 我相信這部分來講的話 大家現在已經又開始 對我講的事情有感覺了吧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兩三個狀況啊 第一個風力發電還沒漲的時候 我認為啊 來吧自己看一下 哇我的天啊 比我想得還快啊 連這支股票都上去啊 人家在追什麼 人家在追大雅 因為這兩支股票啊 說實話 股本差不多 最近大三賺的錢比大雅多了 你們看到 所以 有產生比價的作用啊 大雅往上帶之後呢 大家跟著衝 雖然有的時候會衝過頭啦 因為畢竟龍頭廠商是不能被超越的比較好 但是呢 如果說大三要超越大雅 樂觀其神啊 一樣可以漲啊 那這些這麼多的電燈股有沒有機會啊 這些這麼多的鋼鐵股有沒有機會啊 高雄新達港 你以為一個中鋼 中鋼開始做 為什麼不寫中鋼購 我乾脆一點告訴各位一件事 因為中鋼比較大 除了中鋼購以外 這些還有很多基礎工程必須要做啊 中鋼購當然是做這個套桶的地方啊 而且我告訴你一件事 你以為說 為什麼新達港動工的時候 奇怪了 怎麼四季剛還是繼續漲 等一下 我告訴各位 他們也許是已經講好了 你自己猜猜看 他在台北港 他在高雄港 現在假設一個工程呢 是在基隆 請問一下 明明就是中鋼街的 他會交給誰啊 如果有一個東西是 剛好是在嘉義 交給他嘛 靠北的交給北邊 靠南的交給南邊 發包的人還是這個人啊 繼續當老大 所以他們兩個 為什麼當時人家講說 如果平分風力發電市場的話 因為做不完啊 做不完的話就直接嘛 這樣可以節省很多體力啊 歡迎所有朋友注意喔 上次上尾可以拼到150 這張呢 請你想辦法跟上來 市值仍然強烈低估 黃靖哲就是要賺你 真正的基本面 請各位趕快跟上追風俱樂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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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